没有樱桃的洛玉珠,没有张艺的陈江河,没有圣洁老师,没有这份完美的珠联碧盒,没有今天没有来的吴嘉平先生,还有余丁导演,没有整个鸡毛飞上天这个剧组,也没有这个奖项。 10月14日晚,在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节颁奖晚会上,张艺凭借鸡毛飞上天获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,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张艺称没有樱桃的洛玉珠,就没有张艺的陈江河。 没有整个鸡毛飞上天剧组,也没有这个奖项。 我今年40岁了,我终于拿到了精英奖,感谢精英,感谢浙江的义乌,感谢金叶的长沙,感谢一直为我投票的观众,感谢评委老师,感谢我的父亲发动所有的人给我投票,爸爸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 感谢我的寿宴恩师,如果没有他,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,谢谢彭老师。 感谢金英,感谢浙江的义乌,感谢金叶的长沙,虽然这个还不是人气讲,但是我依然要感谢一直为我投票的观众朋友们。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。 感谢观看